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一回合賽斯 今天的面題是 聯合國取消安理會常任 你試過得否決權利大於弊 對賽三方為正方 我能夠發周年底小占變了中學 聯合國取消安理會常任 你試過得否決權利大於弊 對賽三方為正方 我能夠發周年底小占變了中學 參考我旁邊的是計時員 理前法方的陳新儀同學 現在讓我介紹雙方變員 正方主變為徐建郎 正面張麗營 正面後面方淑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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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多數 正面後面方淑儀 正面後面方淑儀 請到三位評判為這場賽事評分 你們分別是 崇崇頓越宇辯論隊總顧問 羅斯華老師 九龙堂学校中学部辩论队负责导师 沈宝诚老师 陆舟宝林辉辩论中学辩论队负责导师 陆卫特导师 整场比赛分主辩公辩 一副二副自由辩论及结辩论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是4334 公辩论周围每方两分钟 自由辩论周围每方三分钟 每次发言时间 结束前30秒有叮一响提示 九钟则有叮两分钟 超时15秒则会连叮计校 详细赛规已发布与各参赛学校 如果比赛期间出现任何问题 我和继续会暂停比赛 交由三位评判即场作出裁决 请问再报告我有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 现在先请姓方主见发言 有4分钟时刻 请问再报告大家早晨 今年我中一 还在读小学的时候 有一部剧集好朋友 叫大水哥 当中了一个对白 说到戒指项文就是谁大谁恶谁正确 我当时心想什么真的会的吗 原来真的会的 今天这条辩题就令我两个对白 约翰国安全理事会顾名思义就是一个维护世界安全和事会应 甚至解决冲突的组织 但结果呢 至2022年罗拉斯否决议案为187次 美国中82次 英国34次 中学17次 这条辩议案 这条辩议案 大家问 为什么来来去否决议案 都一定要国家呢 因为虽然安理会 由十五个成员国组成 但事实上有十位成员 每两年就交替一次 只有中英美法国是上任理事国 除了可以永远留任 静光理会的特权阶级 还享用一项一票否决的特权 而五常亦没有浪费他的特权 根据联合国的记录 五个上任理事国共用了285次否决权 由此可见 否决权已经被五常难用 而问题就出于 否决权这个制度本身就是不公 因此 今天的相关要讨论的是 究竟取消这个设定的不公 本应该滥用及留股的制度 对联合国自身 以至于世界的安全 究竟会带来更多的正面 并不负面影响呢 国家支持理大于弊 原因有二 首先从联合国发展角度 取消可決权可以撥乱反正 管会联合国的正当性和团结 根据联合国的宪章第一条清楚写明 联合国精神的角色是 一 维持国际和平的安全为和平 二 发展国家之间友好关系 国家与国家之间可以保持友好 三 合作解决国际问题 和出众人的人权的尊重 保护人权 然而 五常一 再去滥用可決权 很明显已经违宪了 另一个联合国 秘书长古德雷斯 九月都公开指出 联合国的宪章列明 一个国家以威胁或武力吞併其他国的领土 是违反了 联合国的宪章原则和国际法 以联合国大会亦指出 任何以有关方式自得的领土 都不会被视为合法 原罪是联合国正当性的根本 但五常的否决权势度已经动了去公信力 长久以来的权力不平等 已会令到会员国普遍不分 马来西亚 九月就直接要求 取消安理会的否决权 以符合一国一票原则 因此 对联合国发展而言 透过取消否决权 联合国可以重拾 宪章精神 兼回应国国不满 维持联合国团结 相反 如果有支持的否决权 将持续蠶食联合国团结和公信力 不可再发挥应有的角色 第二 从世界安全角度取消否决权 海外地区安全大力 希望 就以中一次俄罗斯 否决权的议案为例 发动战争者 居然可以 显示自己发动战争的行为 中有权一锤定音 实在是荒唐致极 五常否决权不单只摧毁 将光理会的功能 亦变相助争了五常的军事霸道 而一个世上很多的安全危机 一是跟五常直接有关 例如太平型海域 一是跟五常的盟友有关 例如北韩的核司和中东的问题 唯有取消否决权 才可以令世界安全 得到和解或阻止的机会 令人获得更加安全 我方明白 取消否决权可以带来一些五常反弹 拒绝与联合国合作 考虑到联合国地位 这个币说发生比较少 而且不比谁大谁恶 谁正确 对联合国打击更加严重 因此取消否决权自然利大于币 最后想问有方 有方同学是否承认 如果常任理事本身是特权阶层 他们的否决权 就是特权中的特权 请问这些特权 是否不平等的体验 如果是 有方是否承认否决权本身 和联合国的宪章 第二条所指的主权 不平等的原则相为本 那为什么不应该取消呢 谢谢各位 主席 评判作语 大家好 黎尤峰的赞成变体 就是认为常任国濫用防御权 他们举了俄罗斯的例子 就是他们衡生了百几者防御权 那么当然濫用了 但是不是动用次数多 就等于濫用呢 联合国宪章第27条 明确布与常任国 是有行使防御权的权利 首次今年安理会 要求俄罗斯放弃四个 位于乌克人的属地和截兵 但当俄罗斯 宣称对土地是有主权的时候 为什么动用防御权 保障国家权益 会是濫用权力呢 还是在俄罗斯觉得 领土主权被侵犯的前提下 都要投赞成票 等议案通过 甚至议案要全票通过 才叫做不濫用呢 其实审视历史 联合国的前身 是一战之后成立的国际联盟 只在维护世界和平 但外游当时通过议案 是要求所有成员国都赞成 结果令到处理国际议题 相当低效 加上大国并未赋予更加大权力 最终宣告解散 吸取历史教均 二战之后 联合国成立 六成的会员国都通过 赋予常任国可预权 现章第二十四条清楚列明 为了令联合国行动迅速 会员国将违和责任赋予给安理会 在过去几十年 尚任国投放了大量资源 令到违和部队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 达到一定的水准 否议权成功拉拢大国 令到联合国维持稳定的发展 因此今天的衡量变体 就要审视在过去七十七年 赋予否议权以来 突然撤走常任国的最大权力 会否为联合国的运作 和国际关系带来不开的恶国 我方反对变体 基于两大闭嘱 第一 常任国推出联合国 同时重要之处 否议权令常任国在必要时 有权否决对自身不利的议案 因此美国潜伏会 欺负业 以及法国总统府 发言人都先后公开表明 一旦失去法律权 就会退出联合国 而俄罗斯安全委员会 副主席梅德韦杰夫 更加表明法律权是不可侵犯 因此取消法律权 无疑是令大国因为自身权益 无法得到保障而退出联合国 阻碍联合国发展 单在常任国投放在联合国 维和部队资金 美国在过去二十年之间 投放超过十五亿美元 是最大资金国 而中国亦都每年投放了六十亿美元 是第二大资金国 可见联合国的支持 多数是来源于 坐拥可议局的常任国 在小国无法提供 和大国匹配的资源之下 常任国退出 指引联合国失去资金和军事援助来源 更加严重阻碍联合国 在其他国际科目的发展 得不常失 第二 喪失谈判机制 国际关系恶化 所以上星期 俄罗斯发起要求安理会 调查美国涉言研发生法武器议案 最终被美国否决 美国驻联合国 代表国内只得解释 相关提案是虚假讯息 并且要求何方提出证据 作后续讨论 北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里 留言也指出 法律团确保当大国和他国出现分歧时 彼此不会再出击发矛盾的行为 防止因为忽略重要性的想法而遭遇危机 因此 解约上述的议案 在无法律团的情况下通过 以美助联合国必须要调查美国 但难免会激起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矛盾 令到国际关系恶化 甚至有机会触发大规模战争 台湾战略和安全分析师 张悠琪其同意 一旦取消防御权 而未大国失去阻止对生存威胁的第一道防线 将会为更多的武力行动 提供更大的借口和理由 因此防御权在避免少数服从 多数粗暴的泰国通过议案 亦是大国粗大的熔断机制 最后想问有光 你们承不承认获队出防御权之后 常任国是会退出联合国呢 如果同意的话 失去的援助又可以怎样填补 当地各位 接着在工变环节 工变一方可以自由挑选对方一外面 为回答问题 并打算对手发言追问 回答方不得反问 也不得打算工变一方发言 如有违规 工变一方可以即时指出 评判认同可以直接扣分 每次一分 如果工变一方如常发言 评判可只行决定是否扣分 看看双方有没有问题 请准备注意填写公变分数时 请特别留意填写次序 特别是法方分子 第一格依发言次序是回答分数 第二格是发问分数 好 现在请正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员 作公变 请你 正方自由选择反方一位便员 接受质数 反方主变 正方自由选择反方一位便员 正方自由选择反方一位便员 有两分钟时间 可以 可以 有没有跟我说到 各个国家有否决的情况 都这么理想了 我想问一下 联合国向最理由是人道主义车队 结果被俄罗斯否决 你们怎么解释呢 今天又可以看回 今天进入国决的时候 历年安全约的通过数目是2656000 有方同学我都知道 隔了这么多年 肯定可以禁内会 肯定有很多演讲通过 我现在问你 俄罗斯否决了联合国向 聚里亚派人道主义车队 去救了当地难民 去拯救生命这件事 有方同学你怎么解释 有方这个真是单一例子 是否真的单一例子 我们看回 针对聚里亚问题是 有这么多人 问题是 联合国多次发动制裁 多次发动遣证 中国和俄罗斯一直都继止 北韩不停发射核导弹 但问题是 又是中国和俄罗斯制止联合国遣证 请问在这些情况下 明知这些国家是违反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秘书长都说 不符合联合国原则的时候 这些国家还否决 联合国对他们作出应有的行动 是不是联合国应有的样子呢 今天可以明白 这些法律权是联合国宪章 27条明确匯备上任国的权利 如果通过议案数目的2600公司 当你都不乏成功调停战国权益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 当以我通过战 大比赛的时候 我不明白 会对你安理会是一种阻碍 有分同学 我们先来清楚这个逻辑 我以前通过成功 有成功通过的 不代表否决权 没有阻碍到联合国执行他的职务 例如我以前有分同学说成功个案 也有不成功个案 你知道大多数证明是什么 否决权的确有造成对 我们刚刚说阻止救援 阻止制裁 阻止谴责 阻止谴责 阻止联合国 去维持世界和平 有分同学 你成不成功是有出现过这个情况 有分同学 今天大多数是九成的时候 正方时间正确 现在是做法方公便 法方请示由查证外面 请你选择正方一位 接受质证 正方一位 我应该不想 好 法方公便开始 你有两个小时 80年来 联合国通过 终行了1300次的议题 当中的比例是9 通过和否决的比例是9比1 为什么是难用 有分同学我们今天讲的就是 其实有分同学这些 例如俄会战争 但为什么是9比1 都叫做难用 有分同学滥用 有分同学滥用的话 其实在一些俄会战争上面 好了 现在是不是用了一戴一次的否决 就等于滥用 不是 所以有分同学书打赢 要今天讲 通过了就是联合国的责用 通过不了就是今天变形的贵书 这样合不合理 再问有分同学习不承认主动取消了否决 那些大国会离开 有分同学 那些大国为什么会离开呢 例如在俄乎战争上 美法俄 有什么可以打击我 美法俄三个国家 通通都跟我们说 没有了否决 自己就会离开 为什么那些上任国都不会走 俄罗斯和俄罗斯的俄罗斯 都会被捻开 都会在俄罗斯你罗斯 坦选故 俄罗斯也会在俄罗斯 相对俄罗斯协谱 俄罗斯和俄罗斯 政府在俄罗斯 都会在俄罗斯前山上 俄罗斯协谱 现在俄罗斯和俄罗斯 俄罗斯也会在俄罗斯和俄罗斯 根据俄罗斯は 俄罗斯 俄罗斯有没有想要去俄罗斯 都不想失去自己在烏克林道的領口 所以昨天有何回答我 在大國退出之後 聯合國投放的資源如何填補 首先他們離開的機會是很少 因為他們不想失去那個地區 有一項我剛才跟你說了 美法俄三國都說會走 不如你先回答我 資源如何填補 有分合 這些大國離開的機會是非常明顯的 我幫你答 現在聯合國有四成的和平行動 和每塊鋪在這班大國提出 那沒了這四成的和平行動 聯合國如何運作 首先有方同學 你剛才所說的 他們離開的機會是非常明顯的 沒了這四成的和平行動 聯合國如何運作 我會戰身點解決 但他們都不一定會 反光時間有效 有負面反彈 反彈點 四成的和平行動 各位 大家好 剛才有方同學就跟我們說 濫用的次數不多 所以其實是沒問題的 但有方同學濫用的次數多與少 其實是否等於是否適當 再者有方同學 其實今天你跟我們說 大國會離開聯合國 但其實在俄乎戰爭上 途經是主動說要回去談判 卓上談判 其實是否已經說明了 他不想失去一個地方談判 其實各個大國都應該是 各個大國其實都是想需要 一個談判卓給他們 而聯合國是唯一可以提供到的地方 有方同學 我方主便其實提及到 聯合國的秘書長都說 五常違反憲法 但其實不止那麼少 根據聯合國憲章的第二條說明 是本組織基於會聯國的 主權平等原則 有方同學你剛剛說的 其實就是誰 國家之間誰帶誰惡誰正確 沒錯他的確是有權利 但是他是不是又符合到平等這個原則呢 這個前提呢 再者有方同學 在他們方向大家試想一下 如果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帶領著大家去違反憲法 大家想一下是不是覺得很震驚 但他現在是確確切切地在聯合國上發生著的 大家 有方同學 你是不是覺得一個聯合國 連他的目的 他的方向 都可以並棄 在你眼中 你留下的 是不是一個名為聯合國的 一個惡霸組織呢 有方同學 但當否決決取消的時候 安理會就可以利用他的手段 盡他所能去維持世界和平 例如根據聯合國的憲章 聯合國是可以促請各成員過去實施經濟制裁 可以報告或者傳播去停止他們的電 或者是交通 甚至是外交關係斷絕 但去到這一切都沒有用的時候 就會對侵略者去採取軍事行動 例如聯合國各國的空海洛軍示威 封鎖以後其他的軍事舉動 在座各位 大馬首相伊斯瑪莎比 你都說過 聯合國是作為一個為世界 帶來民主精神和象徵的組織 現在是不是時候要回歸聯合國的根本呢 如果不是 是要等到幾時呢 等到再有敘利亞戰爭 再要等到再有俄烏沖等 還是要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再回歸根本 多謝各位 再回歸根本來 沒有消息不想救分 接著看有方的民主 再回歸根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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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輸得盈盈 因為你的議案通過不了 就跟否決權事 你的議案通過了 這些又不是很關 就不是很關否決權事 因為國家自己責任 再看一層的是 甚至針對大國利益的議案通過了之後 再看之後 關係惡化了的時候 那些結果又如何解決呢 有方向來完全看不到 所以有方向來的前提 見機 因為當這些議案通過了之後 關係不會惡化 結果會怎樣 有方向來完全說不去 有方向來 第二次就跟我們說 第一我們可以避免 大國濫用否決權 首先我方公辯跟你說 原來通過和否決權 比例九比一 問你為什麼濫用 有方向來已經說不過去了 再者 這些否決權是聯合國 憲章所賦予的權利 去為了保護自己利益的時候 這些本身就是他設立的原意 是否用得多就是取消 甚至乎是否所有東西 通過了就已經是一件好事 再者 甚至乎再退一步趕 就算將來出現濫用的情況 我們現在都可以保留一個 不會損害各國利益的協議渠道 未至於去造成一些因為利益而造成的衝突 是不是所有東西多數決 因為通 現在你沒有否決 所以我直接通過了 不能再商議的時候 這些就是一個最好的解決辦法 所有東西都不是只是看過 那件事成果 通過了可以解決到那件事 再者 那些關係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關係會影響更多的未來的事情發生 再重要 有方向有陀利說 你現在不是軍事霸權嗎 你現在在說誰帶誰我誰正確 有方向不清楚的是什麼 當初1945年聯合國舊金山會議 各國共同同意去賦予五大國一票否決權 去實行維護世界和平的責任 背後原因就是 因為肯亞老國這些小國和五大國 在維護世界和平上面 一直都沒有平等責任 我們今天也看到的就是 五大國投放最多資源在維護上的時候 擁有更加大的權力 這些一向都是世界共識來的時候 再者有方向有看的 是很短錢的 當我們取消了否決權 所有議案都通過了 結果會怎樣呢 美俄法這些大國就好像前場所說 一定會退出 但現況就是多年來聯合國資源 其實是依賴著大國 就例如支付聯合國運作成本方面 五大國每年分擔四成半會費 維護行動的款項當中 五大國的資金佔了六成 而為了避免重蹈國際聯盟的覆設 一票否決權 是拉攏大國共同協商的必要手段 當大國推出 這些所有停殺的資金來源 怎樣來保得回呢 有方投降已經沒有回應過了 在公便的時候 除了安理會本身 世衛、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這些國際性的機構 都是聯合國的合下組織 這些一直都依賴大國的組織 沒有了五大國的維持運作 凡請有方在議會解答 其次的否決權 是保護各大國利益前提下 製造一個令到各國協商的過程 就像1956年 美國、法國就美國要求 兩國在第二次中東戰爭 撤兵的議案動用否決權 美國隨即召開聯合國緊急會議 結果通過了撤兵的決議 兩國答應撤軍 可見否決權不是一刀切 阻止議案通過的手法 反而是提供一個協商平台 令到各國可以達成共識 避免關係惡法 對 所以我相信 所以辯提理應不成立 都是各國欺負 相當武器 主持人員 作為人員 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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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濫用就等於次數多 但不是嘛 濫用是在不適當的時候使用 這個就叫濫用 哪怕今天我只是用了一次 但是這一次如果我用得不對 我只是用在一些不適當的途徑上 我用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上 這個也是濫用 有分同學我現在問你 代表聯合國 代表國際 代表不同國家的聲音 是否適當 聯合國做的事情 是否遵守憲法這個才叫適當 如果遵守憲法才叫適當 有關我又問你 你們用自己說 有些世國一向都沒有平等責任 那怎樣解釋在憲法第二條裡面 正正就說明聯合國裡面 永成了一種主權平等原則 簡單而言 不論獲力 每個國家都應該擁有相等的話語權 問題是在現急的情況裡面 在否權出現的情況下 哪怕其他國家 哪怕193個國家有共同的意願 哪怕14個國家投共同的票數 只有一個國家是提出否決 剩下國家所有意見都會被煙目 所有的聲音都可以被埋滿 怎樣代表國際 怎樣代表 怎樣可以做到一個跨國的代表性 怎樣取信於民 怎樣有公信力 可以對得住聯合國 這個全球最有公信力的跨國有職盼頭呢 有分也不忽視了 時代 有分就舉出了 以前的國家很多都同意 我們現在都不應該取消 我們現在都不應該取消回復權 問題是時代是會變的 有分和你都會說 聯合國安理會都存在了這麼久 以前最開初的時候大家有共同目標是什麼 經歷過二戰 大家都是共同抗戰 在當時的確 每個國家都會為了共同地奮鬥 但問題是 去到今時今日 有方我問過你這麼多次 聯合國想向敘利亞派人道支援部隊 教人被手決權阻止了 聯合國想制裁北韓使用核武 又被手決權制止了 聯合國想去幫助 以拉克又被人制止 種種種的例子數多不升數 有方同學 我們今天要留意的是 因為無論過去成功 過去的確是有成功過 是自然的 組織成立這麼久 沒有理由 真的什麼都沒有做過 但是你亦都不影響否權的存在 是阻礙了現在的聯合國 去實行他的職責 去執行他維護和平的責任 所以有方同學 今天由此中都沒有回答過我方 聯合國的角色被扭曲 被騎劫 不再代表所有國家 只是成為五國的維奴會議 究竟對於聯合國來說是理是幣 有方同學都沒有理會 對國際利益而言 對於更加 對於重大戰爭 聯合國束手無策 有心無力 是理是幣 有方同學一路都只是 一路都只是在自己的圖紙裏面 鬥來鬥去 請有方同學之後回應角色和國際安全是否值得考慮 是否利益的影響 然後呢 我們去各位 主席平平平職的角位 今天有方的標準其實很奇怪 跟我們講的 其實他們就說 只要是不適當的時機 就用了就已經是濫用 什麽是適當自己,有方沒有解釋過 只用了一次都會做濫慾 所以今天有方和我全場都是落門任去搬 什麽是濫慾,從來都說不清楚 來到義父的威之,其實不難發言 今天有方根本沒有做過任何利弊比較 我們不單止要看否決權有多少議題 更加要審視近80年來 對維繽世界和平的功用在哪裏 我們不妨先送你兩大取消否決權的閉處 首先大國退出聯合國失去影響力 今天有方前場問到取消了法會權 令大國退出,有方不回應 有方又問這些大國提供的資源 沒有了怎樣填補,有方又不回應 所以有方只會說會有敘利亞戰爭 俄會戰爭等等的戰爭 剛剛有方說這些戰爭要怎樣解決 就通通都是要靠大國自己的勞力去解決 今天有俄會有衝突 就正靠著英美等國家等大國 去和俄羅斯周旋才有今天成功的既見基點 所以當我們見到 如果這些否決權貿易取消了之後 又方和我根本就沒有審視取消之後的閉處 是不是要好像我們前場所說 好像國際聯盟那樣解體 甚至帶過退出沒有資源 權力被人架空了 這樣才是一個好的聯合國 那這個聯合國又怎樣做到 有方和我偶中的離處呢 第二,國國利益集團的關係就開始惡化 今天我方說到 否決權根本不單只代表自己國家的利益 更加反映世界的教育 原來有方和我跟我們說 要有談判桌才能解決俄羅斯的問題 今天我們的否決 正正就是一個談判桌 當我們今天沒有了這個否決 這班大國被通過多數決的情況下 一個而一個通過了 他們又怎樣發表自己的權力 今天俄羅斯戰爭裏 俄羅斯沒有了否決 一樣會投反對票 但沒有了否決之後 有誰可以和俄羅斯坐下來談 談過烏克蘭的問題怎樣解決呢 所以我們見到美國幫過其他不同的小國 去投反對票 幫過以色列頭 又或者其他不同的例子 通通都是好像有幫忙 造近口中的聯合國兩大的職能 第一,違和 第二,友好的和平 當我們失去了這麼重要的談判場之後 這班和平又怎樣去維護呢 所以我方一虎正正在說 否決權提供了一個渠道給他 取消了否決權之後 不單止是影響了這班大國 更加是牽一發而動全身 正如和國際政治研究雙周刊 都和我們說 否決權的意義 不單止是在於各個持分者 可以溝通 更加是為了更加方便 他們達成一個理想的共識 有何如何保證取消了否決權之後 各個利益集團可以重分溝通呢 所以說到第一 我們最近 我們都承認否決權可能是有些問題的 但是從來沒有一個常任國 或者任何一個國家 跟我們說到要取消否決權 我們極其量都是說要限制 某個國家的否決權 使用權力 多謝各位 謝謝 劉芳,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自由變成畫質 現在開始,請正方拍張外電源,首先發言 劉芳,其實在你面前的選擇很簡單 人命力夠不夠,戰爭你信不送出手 你有個精神,你要不要維繫呢? 要維繫,但劉芳,當這些大國退出的時候 你還怎樣可以做到維繫這些事? 很感謝友芳的承認是要維繫 但問題是,大國退出怎樣做到維繫? 大國退出,究竟實際密論之後發生的可能性多少? 按友芳的說法,如果聯合國的存在意義 就只是靠大國努力,只是靠大國自己去作出作用 那聯合國究竟有什麼存在意義呢? 這些大國沒有聯合國,同樣可以用自然能力去制裁 那聯合國在友芳眼觸究竟是怎樣的角色呢? 好,我想推一會來講,問友芳 是否當發言權取捨的時候 這些針對伊拉克罪利亞的議案就必定會通過呢? 我們也不知道是否必定會通過 因為這個都是推斷的 但是友芳,你認不認他通過的機會是大了? 以及這麼明顯違反聯合國憲法的情況是可以被制裁呢? 再問友芳,我們請回答我的問題 你們覺得聯合國的存在意義,存在角色是什麼? 當然是很小的 所以多謝友芳,原來取消否決權不代表是會通過的 所以這個本質上就不是否決權的問題 再問友芳同學,是否當這些大國退出的時候 友芳同學關注這些伊拉克罪利亞的問題就可以改善到呢? 友芳同學,但是現在連一個解決的機會都沒有的時候 我們談何機會現在不是沒有手段 我們可以實施經濟制裁,軍事行動 但是我們連一個機會都沒有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是否要等戰爭繼續呢? 友芳同學,所以港老底這些等等的問題 都不是否決權所帶來的閉嘴 友芳同學,回答我 沒有了否決權之後,大國退出這些資源 沒有了之後,怎樣做到友芳同學的維護和平呢? 友芳同學,否決權存在 令到其他14個國家的投票結果毫無影響? 你承認嗎? 友芳同學,今天你知不知道美國投資了多少錢 到兩個角落? 友芳同學,請你回答我的問題 你承認它令到其他所有國家的投票制度 你的民主制度存在都沒有了 好了,我告訴你友芳同學,原來是15億的 今天說到15億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那些也門詐秘,這些小國 當聯合國大國退出之後 他只剩下0.01%是聯合國的資金 想問你友芳同學,沒有了資金,怎樣運作? 友芳同學,剛才不要說資金 我們今天,如果已經少過發言的權利 距離都不給它,我們不聽它說話 聯合國的用意在哪裡? 那為什麼? 如果連聯合國的用意都不知道在哪裡? 但是我們還要去遲遲哪些地方 聯合國 好了,友芳同學,資源問題上也說不說 所以問小時候是否沒有發言權 不如先看一看 娛樂,我們今天有非常任理事國 友芳自己也說出 那為什麼小時候是沒有發言權? 友芳同學,現在非常任理事國 無論投票結果是怎樣 只要常任理事國 任何一個提出否決權 他們的所有意見,所有聲音都會被掩目 友芳你承認嗎? 所以,先一播一播 所以友芳已經承認了 沒有大陸資源 根本聯合國運行不行 既然沒有這些資源 還可以做到聯合國討論的議題 再者,當我們看到 今天原來魯窩面 根本都不是有同樣的責任的時候 又為什麼可以把 原來魯窩說話 原來可以跟美國所說話 去做一個平等? 你不如解釋給我聽 友芳同學,你支持誰大,誰我誰正確 既然聯合國失去了 那聯合國設立的意義在於哪裡? 聯合國和瓦解了有什麼分別? 聯合國設立意義是 回答你,維護和平 這些大國負責維護世界和平的責任 是否比小國更大? 友芳同學 那又沒有聯合國這些大國 都可以學你自己說 用自己的手指去制裁 用自己的手指去解決問題 現在聯合國的重要角色 它的獨立性在於 它是代表性的 它是代表了所有國家的意見 友芳同學 我想問,現在你是不是要為了 是不是就是要為了你口中所說話 而犧牲聯合國的角色本身存在的意思 犧牲聯合國的本身精神的內側呢? 友芳同學,不如先回答我吧 中美和賈毛寨或者也門等的國家 哪邊責任更大? 友芳同學,怎樣定義責任? 就是在說你給多少資源 如何投入更多人力資源 去維護世界和平 友芳同學完全說不到 那為什麼要做一個平等呢? 再者根本就是 當我以友芳的邏輯 我們是不是犧牲了大國 就是維護世界和平? 友芳同學,你也打過去年決賽 能力越大,責任越大 但不是必然正確 請你們真正論 剩下為什麼大國有更多責任 再者就是 對於這些在聯合國顯章第二條都說明 每個主權國是有平等的權力 友芳同學,你覺得你現在所說話 以及這個第二條是否有違背 沒錯 責任不是能力越大,責任越大 但是不是代表能力越小,責任平等 這個就是今天講的問題 當我們沒有一個同意的資源的時候 你貧河可以有更大的權力 友芳來解釋一下 既然大國之家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要聯合國呢? 聯合國的目的就是 讓所有國家都可以平等地坐在一起談判 友芳同學,現在 Space Sir和理事國都有論系 都可以容納好 那麼多不同的國家 都有自己標準去選擇 一些不同國家參與 為什麼不是所有國家都有平等權力呢? 友芳同學 最後他們影不影響到結果 才是話語權 發聲權和話語權的分別 他們正正在意 他們就算發了聲 都影響不到結果 我已經用他發言 時間發言 現在上月1分41秒 現在上月41秒在自由派出電影發言 所以說到底 友芳同學也論證不到 怎樣責任和能力 就是小國給這麼少資源 可以有同誕的權力的時候 友芳同學也跟我們說 因為我們要小國也要聽到的意見 今天不是不聽 我們今天看到有非常有利小國 輪流地去擔任的時候 可以有這個否決權 表決的權利的時候 不明白 有可能為什麼覺得聽不到聲音 更重要的是 今天我們是否 因為為了解決這些 敘利亞伊拉克問題的時候 取消否決議題 是不是就可以改善到 有可能也說不下去 那是不是 針對這些議題的時候 是不是 我們小國為了 我要制裁俄羅斯的時候 是不是俄羅斯為了 去保護自己的權利 去投否決權 都不能做到呢? 現在是頁面環節 雙方頁面有一分鐘 要備時間 現在開始 要請就好 rying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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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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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